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啊 漏洞专题底下啊 一系列课的讲解 咱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针对私語注入啊 这一专题呢 进行一个这个概述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在私語注入 这个专题里面 咱们主要讲哪些东西啊 我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以下呢 就是咱们私語注入专题里面啊 它具体的内容了 我在这里呢 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呢 进行一个展开了 那么第一节课呢 咱们是主要介绍一下 私語注入啊 它相关的一个概念啊 什么是私語注入啊 就是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以及啊 它的一个分类啊 就是私語注入 它啊 呃 划分成啊 多少类啊 第三呢 就是它一个形成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私語注入漏洞 它如何形成的啊 那么这是咱们第一节课 要讲的内容 第二节课呢 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下 私語注入 它常见的利用方式啊 寻找方式 以及它一个判断的依据 就是说假如给了你一个URL 啊 你如何去判定啊 它当前的URL 啊 有没有存在这种私語注入漏洞 那么这是咱们第二节课啊 要讲的东西 第三节课和第四节课呢 是咱们这个实力演示课 咱们第三节课呢 主要是啊 针对私語 server 输入库啊 进行一个这个注入实力演示 第四节课呢 是针对 MySQL 输入库的一个 注入一个实力演示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专题啊 私語注入专题啊 里面的具体内容啊 是这四个 那么咱们私語注入专题啊 它适用的学习对象是谁啊 是咱们这个心安全技术一个初学者 那么针对咱们这个心安全技术初学者呢 我在这里呢 给出了以下四个啊 算是四条吧 这个呃建议吧 一个学习的方法 那么第一条呢 就是说咱们要学习并掌握咱们常见的税库命令 比如像查询的呀 一些增加的呀 删除的呀 修改的呀 等等还有一些更新的啊 一些这个基本的啊 税库命令 以及呢 它税库中啊 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语法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函数啊 这里呢 咱们也要学习并且掌握的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说咱们要掌握HTP 协议中啊 常见的一些请求的方式 比如说像POSE的请求 GET的请求啊 以及在这个ATPC请求包中 它一些参数的含义啊 这里呢 咱们也是需要掌握的 那么第三条呢 就是说咱们要灵活的 把这个手工注入啊 以及这个攻击辅助注入呢 去灵活的去结合运用起来 而不要去一味的去 比如固制啊 某种方式的一个注入 要灵活的去运用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最后一条呢 也就是说咱们要掌握 这个搜入注入 它的一个注入的方式啊 注入的形式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在这里呢 要让这个各位学员呢 要明白一个道理啊 就是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说一个用户 比如说他打开了一个百度啊 访问了比如说 呃某一个网站 那么他打开完了之后呢 看到了比如说有一条这个新闻 然后呢 他就点开这个新闻啊 并且看到了里面这个具体的内容 那么这个过程 他是怎么一个请求的一个这个流程的 我在这里呢 就给各位学员去啊 这个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就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一个用户 他如果想要查看啊 一个ID 当起来这个ID为36的这篇文章 这个内容 他怎么查看呢 他肯定是向这个脚本情的去发送一个请求 那么请求呢 他具体的URL是这样的 那么此时呢 这个脚本情呢 他就会获取啊 参数ID啊 这个值为36 并且呢 动动态的去构造了这么一个四个语句 select新 fromarticle whereid等36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从这个article这个表中查询 条件是ID等于36啊 这条记录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脚本情呢 他就会构造这个语句之后呢 向这个输入库啊发送起这个查询请求 此时呢 这个输入库呢 他就会在这个article这个表中呢 查询ID为36的这个所有记录 那么假如说啊 这个输入库这个表中呢 有这个ID为36的这条记录的话 那么他接下来输入库要干嘛呀 他会把他查询到的所有的记录呢 返回给这个脚本情 那么此时呢 这个脚本情呢 他不会直接的去把这个输入库返回的内容 返回给这个客户端 而是干嘛呀 他而是会处理一些这个记录啊 就是说他把一些这个记录中 比如一些特殊字符啊等等啊 去进行一个这个过滤和简单的编码啊 最终呢 去生成一个静态的网页啊 并返回给这个客户端 那么此时这个客户端呢啊 他就会啊 查看到这个ID为36的这篇文章的一些具体内容了 那么以上呢 他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详细的啊 一个这个客户端啊 到这个服务技端 一个请求的一个这个过程啊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 大家呢 一定要去明白啊 去掌握啊 他这个这个请求的一个这个流程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个收入注入专题啊 这个概述这块一些具体内容了 那么在最后呢 我这里给这个 大家呢 留下两个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第一呢 就是咱们买SCO SCO数据库和这个SCO数据库中啊 这个默认表都有哪些啊 这里呢 我希望各位学员呢 在客户呢 去这个啊 不管是从网络上也好 还是从这个书籍中也好啊 去查询一下啊 就咱们买SCO和SCO数据库中 默认的表都有哪些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咱们常见的 这个搜入注入工具都有哪些啊 这里呢 我也希望各位学员呢 去呃 课下之后呢 去网上也好 或者是这个论坛啊 什么之类也好 去啊 查找一下啊 这个搜入工具啊 都有哪些 目前比较这个流行的啊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搜入注专题 概述的啊 这个一些具体内容了 啊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